蚊子的危害 蚊子会传播疾病 由于蚊子喜欢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生活 体内含有大量细菌、病毒 在人体表面吸血时 这些细菌、病毒便会通过蚊子进入人体中 蚊子吸血后还会在皮肤上产生红疙瘩 让皮肤变得搔痒难耐 还会妨碍人们休息 干扰正常生活 影响睡眠质量 在平时生活中 要保持室内环境卫生 及时清理垃圾 避免苍蚊子聚集在垃圾桶附近 要经常开窗透气 使室内环境保持干燥 最好不要在室内养植物 如果房间内有很多蚊子 可以关紧门窗 在房间内喷上杀虫剂或者点燃蚊香 等待一个小时左右 再打开门窗透气 晚上睡觉时可以使用蚊香液 能有效预防蚊子的出现 如果您可以求美男人的